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学的POP最正点 好 我们这一小时现场来到一位 非常帅气的调酒师 他也是这个王牌调酒师 可能你如果在东区东风街那儿 有混过的话 一定吃过Alan的店 今天请到的是Alan 郑义伦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 一杯入魂调酒师的修炼与思考 Alan好 大家好 我是FORPLAY的Alan 是FORPLAY 我看到很多人都去过啦 好 这个调酒 调酒在台湾其实蛮风行的 对 没错 其实调酒在世界上的排名是 台湾的排名是很前面的 对 我们是在很前面的 对 而且台湾有很多的这个 应该是说这种叫 你们那个叫做什么店啊 我们说餐酒馆 对 餐酒馆 其实都很有风格 对 现在的主题性的餐酒馆越越多了 嗯 越来越多 那你处的那个算是一级战区 算吗 应该不大算 不大算 不大算 一级战区现在在信义区 哦 在信义区哦 对 以前在安和路 哦 对 安和路以前好多哦 非常多 那现在信义区是靠近哪里 你是算是一级战区 差不多是在那个 以前在纽约那一厅那边 哦 对 现在就是差不多在 就是在信义区里面 差不多就是那个百货公司那附近 没错 哦 那东风街 因为你在东风街有两家店 对 一个是东风街 Foreplay是61号 Trizo by 4play 一个是49号 一个是61号 OK OK 好 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 那主要是 呃 我把一些就是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啦 嗯 就是有上山啊 然后有去采集 然后有一点 呃 就是把一些客人的故事 也稍微分享一下 嗯 对 然后主要是 有讲一些就是 哦 我为什么会当调酒师 嗯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想要当调酒师 是 因为觉得调酒师又帅 然后每天接触都是很潮的东西 哦 感觉很时尚 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啊 对 有一次 我记得我应征一个弟弟 他们来当调酒师嘛 然后晚上的时候 要收拔跟倒垃圾 他就很惊讶看着我 调酒师要倒垃圾 然后我就说 哦 不能 呵呵呵 对 正常嘛 就是工作的其中一环 其实他就是餐饮嘛 对啊 对不对 餐饮就是一环 好 那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Alan 不常思的跟我们分享很多 他调酒师的养成 还有他必须要什么样的修炼 他才能够成为 别人口中的 所谓的王牌一条酒师 然后要很多的创造力 有很多的自律 我觉得这个自律的确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 Alan他的自律 而且跟对师傅也是蛮重要的 没错 我师傅其实对这个自律 这件事情蛮严格的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律的话 我相信你都不会做人 你就没有办法做酒 因为你做酒需要很多细节 那那个细节其实需要自律 跟很 比较坚持基本功的人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他那时候就特别讲说 就是如果你要跟我学跳酒的话 就是酒色才系毒品 女人都不能碰 我说那个是什么 入室出家人 对啊 因为就是上班不能喝酒嘛 然后不能对客人毛手毛脚 财就是不能够收公司回扣 然后不能上班生气 毒品当然不能碰 女生 当然不能够用自己专业来玩女人 当个渣男 他说如果你都做到的话 他讲的好直白哦 对啊 他就说你这个都做到 你后面的日子就会变得比较稳定 那你的师傅是一位女生 对 在我们这个调酒界来讲的话 女生的八天的多吗 比较少 因为他们会经历过一些 可能要结婚生小孩的阶段 那有的时候可能在我那个年代的世俗观念里面 只要你结婚了 女生就要在家里面带小孩 还要相互教职 或者说你不大能够去参加那种抛头露面的工作 而且因为餐酒馆 大部分我工作都比较晚 对没错 而且第一个是晚交通上的问题 那另外一半也会觉得说 你在那个工作场合里面会比较复杂 那么比较不能够放心 好 所以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没错 那你怎么会走入这个调酒的领域呢 我以前原本是去报考那个视觉传达 以前还没考上 没考上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选科系的吗 选科系就看到有一个旅馆管理课 里面有一个调酒课 那我想说调酒课感觉都是那种漂亮的啊 一层一层分层的啊 应该不错 应该跟视觉传达有一点关系 就完全没关系 后来比较关系 以前是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去报考那个学校 去学调酒 然后就开始实习啊 去饭店啊 然后去酒吧打工啊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但是也要找到自己的热情啊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种调酒的工作 你觉得你应该对他会 喜好度会很持续 这大概什么时候 我觉得有没有成就感对跟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当你做出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客人有没有给你一些适当的反馈 或者是觉得有一些有趣的反应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如果说一直把它只是当做一个工作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boring 对所以我比较想要比较想要分享的是他比较像是生活中的其中一部分 他其实像生活 而且我觉得调酒师在吧台 就是非常有魅力啦 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会去告诫 就会说 就会例如说他今天遇到工作上面的鸟事 他可能就会跟你分享 或是他今天可能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会跟你分享 所以你们有点是很重要倾听者 对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跟客人人际关系大部分都是平行的 他的朋友不会跟我们有交集啊 所以他可以很放心跟我们讲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要跟谁讲 我们也不认识他朋友啊 所以你们听了之后就是会默默的消化掉这样子 有些是这样子没有错 哇那他如果讲一些很私密的 其实你没有很想听怎么办 那还是要就是眼神放空 然后专业的点头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一个修炼的工作 不容易耶 所以你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写了蛮多 就是你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发生的故事 OK 然后他们发生的故事 会让你觉得生活当中更加有趣味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两种 一两个很难忘的故事 那在做吧台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你前面那四位客人 五位客人 他每个人都谈难忘的故事 所以当他们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 代表说他们有一定的程度信任 那第二就是当你用这些情绪来去发想或创作自己的调酒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源源不绝的灵感 所以你的灵感可能也是从生活当中去截取 没错 所以我跟Alan的调酒非常的有创意 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好多好优秀的调酒师 很多 很多 然后每一家的这种餐酒馆也好 或者他调出来的酒 其实各具特色 那其实这个是要有很深的厚度 就是说他对于人世间的这种历练 他的经验 或者是他对某个部分生活的感悟力特别的强 那包括Alan 因为这几年你就喜欢到山上去 对 因为那时候疫情 其实在那个城市大部分都封城了嘛 那封城以后 其实所有经济都能不能停摆 那我们店里面也就只能够卖便当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那如果现在城市那么 那么 其境 对 那我刚去上山 看看 对 看看你前朋友在干嘛这样 那因为我是花莲人 对 那我认识一些部落的旗老跟一些朋友 然后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叫利叔 他是一个植物学家 对 上山 然后去采集跟 在那个环境下面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来做调酒 去发想一些新的概念 所以等于就是你在这个 比较疫情严峻的时候 因为当然会影响到你的生意嘛 所以你就不如在这个时候沉浸下来去好好的去学习 去感受 山上那你去了哪些山上 我去太平山 然后去花莲的港口部落 对 等等之类 就是大部分都是部落跟山上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你的那朋友利叔 职务学家就会给你很多的这个分享跟介绍 因为你都会把它抓来就吃就对了 你有中毒过吗 没有啊 отмет 舌头麻掉了不能讲话 我这很可怕 咧 舌头麻掉 对 所以不是山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的啦 对 我覺得有些頁面上面有一些絨毛刺 但是有的時候你刺下去的時候 你舌頭攪的時候會炸到 然後之後它會馬掉這樣 但是那一些也就變成是身上的經驗 變成你在創造一些新的飲品的時候 的一些靈感來源 哇 所以這本書裡面有多少杯調酒啊 裡面有四十幾杯 而且很多都是我覺得蠻創新的 你的店裡面不一定有是不是 有一部分有 但有一部分就是只有書當中有 但是它可以拿著書去你的店 跟你說我可以請Alan調酒嗎 可以嗎 因為很多的這個調酒是非常的特別 我覺得你們的舌頭好像特別特別的靈敏 就是說你們對味道還有味覺這些 是很靈敏 然後它才能夠調出讓大家喝起來 是會非常有風味的調酒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來跟Alan聊聊一杯入魂 調酒室的修煉與思考 馬上回來喔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好 10點18分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今天訪問到的是調酒室 Alan 鄭義倫 他的店就在東風街上有兩間店 已經開了多少年了 一店開了12年 一晃也已經超過10年了 新的改裝這一間我們去年7月有時要開幕 是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去體驗一下那個氛圍啦 其實那個氛圍就是是輕鬆 然後大部分人都是在裡面跟三五好友聊天 有人是單獨去的嗎 有很多 是喔 他們也會來跟我們聊天啊 他們大部分坐在吧台嗎 坐吧台 那有的時候還會帶點心給我們餵食 喔 我有帶鮮水雞你有沒有吃 鮮水雞配調酒是OK的齁 還可以 而且你們的餐點也很好吃啦 那這本書講到說調酒師的修煉與思考 裡面講到調酒師的養成 還有你必須要什麼樣子的思維 然後你在成為調酒師之後 你怎麼樣一步一步的墊高自己的這種能量 喔 我覺得這個是是很很不另於分享的一本書耶 那你這樣寫了這麼多的秘籍 這樣會不會講太多 不會啊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台灣台灣調酒師有一個非常棒的一點 就是你給他一個久譜他不見得會造潮 他會有自己的感覺 他會改變 他會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 沒錯 人生哲理去做改變 這蠻好的耶 很棒啊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覺得我不管是出書 或是做一些分享教學 我都只是起個頭而已 讓他們有一個方向可以去思考 因為你這本書實在是編輯的很精美 然後裡面的每一杯調酒都感覺很想喝下去的感覺 如果在家裡自己照著你上面的步驟做 是做得出來的嗎 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的第一本書啊 有一個學員啊 他就在網路上攻克了每一本 每一杯酒 他把拍照然後上傳網路 哇 第一本書 但是有些材料也是沒有很好買啊 例如說像斑蘭 但很簡單買耶 這個在菜市場有 菜市場就有喔 傳統市場有 斑蘭不就是那個新加坡的那個斑蘭蛋糕的那個斑蘭 對沒錯 但是有人叫做那個香蘭葉 有人叫七葉蘭 所以說就是你去那種建國花石有沒有 就看到很多盆栽就有了 蛤 很簡單 那那個盆栽是可以拿下來直接直接用嗎 沒錯 葉子摘下來吸吸就可以用 哇 好那這個書中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在你這個很確信自己要走調酒師這個職業的時候 然後你怎麼樣讓自己就是在這個職業當中不斷的精進 還有你要開始開店的時候就創業嘛 也應該有很多的考量吧 對沒錯 那時候我們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第一個我們可能不要有酒單 因為我們希望把選擇權交還給客人 這個是一店的時候 那時候29歲 十一二年前的時候 然後第二個是店裡面不能夠抽煙 然後不能夠滑拳 然後客人就說你規定那麼多 我跟你講你半年就倒了 哈哈哈 但沒有想到呢 那時候網路開始發達嘛 對 所以每個人像像例如說女生不喜歡煙味的 就打無煙酒吧我們就第一個跳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發現 欸怎麼沒有抽煙的人其實占很大一部分 對那以前的那種傳統觀點 煙酒不分家你賣酒就還有煙啊 那個觀點就慢慢的被消失掉了 然後環境也比較單純了啦 環境也比較單純 喔OK 然後所以到店裡面去的年齡層大概是幾歲年齡層比較多 我們一店跟二店的年齡層有一些差距 像Fallplay一店就東風街49號那邊 他的年齡層大概在20歲到25歲 嗯 這蠻年輕的欸 大學生 那Drizzle by Fallplay那個地方是我們做永續 環境友善的酒吧 那他的年齡層大概就是在30歲到45歲 喔 所以兩邊的酒單是不太一樣的 但現在也有酒單了嗎 有酒單 喔 但是酒單之外也可以請 請你們再另外做一些比較特別的 對但是我如果說來那個Drizzle by Fallplay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試試看我們新的酒單 因為我們用40杯酒去詮釋台灣的縱向海拔 哇 欸這個概念很好欸 我們從遠海近海到沿海到平原山坡峽谷到山頂 對然後每一個每一段的海拔我們自己的感受 我們看到的景色我們所取得的元素然後做成40杯跳酒 哇這個很酷欸 有人已經40杯喝完了嗎 有有我上了第一天就有 太厲害了吧 功課找六個人來 等下全上啊 哇 那那個你們在設計這一些這個酒單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名字都很會取欸 你們大概是怎麼樣去發想然後怎麼樣去嘗試那個味道的 因為你在書中其實也講了一些步驟 大概是怎麼樣的步驟 簡單來講它有幾個步驟 它就是你先第一個先記住你自己的味道 你喜歡的味道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變成自己的風味筆記 那風味筆記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 比方說我今天去任何的量販百超 然後把那些你覺得可能可以當跳酒的東西記錄下來 回來的時候做整理的時候 你可能你的整個量販百超裡面 你看到的是20種食材 你就用一句話去形容它 舉例來說斑蘭葉 然後跨虎可能可以做成糖漿 這就是一句話 對 紋木樹芽 可能變成脆口裝飾物 那就一個 然後第三 伯爵茶包可以infuse到Vagarin 這樣子 然後就每一個都一段話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 因為你很多可能有些有 它是酸的有些甜的有些什麼的 然後你可能要怎麼再製 然後再來就是下一個步驟就是 把這些數字排序 就是1加3加5加7 1是肌酒 3是酸 5是甜 7是裝飾物 你就有一個基礎的概念 基礎的調酒的結構對不對 最後最後就是甜入比例跟豪森素 可能比方說這幾細這幾 然後你先試調看看 但是這個都是自己有一個 就是初步的想法 但是不一定是好喝的嗎 不一定是可以 但是其實 有一個 有一個裡面有一些架構 其實是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就是它有一些是 雞酒加酸甜 雞酒加苦甜 雞酒加甜 或雞酒加氣泡等等之類 他們是用這樣的架構 然後你把 就是你把這個架構先列出來以後 你要把食材給填進去 那就會變成好喝的調酒 那食材 因為我覺得你食材用的五花八門 對啊 超級五花八門 例如說秋葵 他想到秋葵 秋葵不是一個很單調的食物 然後很黏 有點那種滑滑的 你秋葵也可以入調酒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它那個黏液可以拿來做一些取代蛋白 做一些乳化劑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曬乾它以後可以裝裝飾品 而且每一種你想到的食材 它搭配的杯子也可以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因為有些縮口的可以急香 有些寬口的可以擴香 那有些比較淺的 比較淺的可以喝比較濃的酒 因為它酒精那麼高 比較高的那種如果氣泡的話 可以看到那個氣泡在運行的程度 所以等於就是你如果對於調酒師又很好奇 或是你自己也想說 我有沒有可能成為一位稱職的調酒師 大概這本書裡面可以給你很多思考 可能那個思考方向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 你可以去按照它的步驟來想想看 那因為裡面 包括你的這個很多調酒 它上面 例如說它有可能是爆米花 還有可能是花生醬 都有可能 有可能 還有可能豬油也有 豬油也有 像培根油 松露醬 那些都可以 有些之前有做過洋芋片 那你自己有沒有自己最自豪的 就是你的創意發想 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的組合 可是大家喝了之後都非常驚豔的那種 最近我做了一個我覺得蠻喜歡的調酒 它叫農情一葉乾 对 但是没有酥里面 因为那个是我做切完酥以后 再做出来的 农情一夜干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拔挑酒里面的 近海 我们用澎湖的醉鱼 用昆布跟柴鱼 还有石螺 然后还有用海芦笋 做加那个海盐 做成那个salty drop 它是有点像海水的味道 很咸的海水味道 等一下一滴就可以把所有的风味连接在一起 这样子 它喝起来会有那种鲜味 那鲜味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它是酸甜苦咸 年鲜是风味对不对 那在料理里面 因为它有温度 所以鱼汤降温了以后会比较腥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蛋白质的味道 但是调酒它的温度本来就很低 所以你要怎么做出鲜味来 对反而是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这个这个福安酸就有点像是 刺激味蕾的方法 哇 对对对 哦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奇 那个风味到底是什么 对 它喝起来的时候很特别哦 就是因为它是刺激你舌头对不对 所以你会刺激就会消退 所以你消退就想要补 所以那个是目前是我调过的酒里面 客人喝最快的一杯 哈哈哈哈哈哈 喝最快的一杯 要边吃鱼哦 还要边吃鱼 一夜干 对一夜干 所以还要边吃鱼 对要边吃鱼 哇这很酷诶 对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 因为你刚刚讲说油 培根油 培根油要放在哪里啊 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里面 书里面有讲一个叫油洗的技巧 对 对那就是因为培根油 它进去冷冻库或低温的时候 它会结块对不对 那你就把培根油加到威士忌里面 然后摇均匀 然后丢到冷冻库里面冻 那冻出来以后 你就看到一层油跟威士忌 对不对 把油撈掉 然后手冲咖啡的滤脂 对不对 倒进去给它滤干净 你就得到一个有培根味道的威士忌 哇 很酷诶 对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以有百万种组合的感觉 没错 就像例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青鱼便当 青鱼有用 冷掉了 然后拿去尾波 对不对 打开 饭里面都青鱼的味道 对 对 就觉得很烦 对不对 就很鲜的感觉 对 应该是要分开加热嘛 这样味道才不会忽燃嘛 但是调酒里面就是要让味道给忽燃 对 哦 但是那个忽燃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威和 对 那有没有哪一个设计是 你觉得不错 但是大家后来接收度没有很高 有有有 我做过一个叫做 Napolien Martini 就是拿披萨去infuse酒 哈哈哈 自己觉得很酷啊 就是我喝起来也觉得很酷 客人一喝就在那边一直笑喝不完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都是食物 不应该是酒 哈哈哈 所以你是真的把披萨 啊对 什么口味的披萨 嗯 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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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哦 对一块就直接放进去 那里面有有 夏威夷香料有水果嘛 还有淀粉的肤质嘛 哦 所以它吃起来会有点用面包的味道 但是它喝就是喝的 哦 哦 所以这个就算 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 所以非常有趣 欸我觉得你们像魔法师一样欸 我觉得你们很像魔术师 又很像魔法师哦 所以 大家对于这个 调酒师的想像哦 你会知道说它需要很多 经验的累积 还有它对于生活 生活的感触 累积成它的这个 基底 然后它才可以做出一杯一杯 让你觉得非常惊艳的调酒 这一本叫做一杯入魂调酒师的修炼与思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跟Alan聊天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一杯入魂 怎么样让自己一杯入魂 你要试试看Alan的调酒 Alan这个 郑益伦他出版的这一本 一杯入魂调酒师的修炼与思考 跟着王牌调酒师学习创作软实力 其实他这个真的是对于调酒有兴趣的朋友 或是你可能经常喝一些各式各样的调酒 你可能对于他怎么样去创造出这么一杯有魅力的调酒 你有很多的好奇 这本书大概就有些解答了 没错 但如果你对调酒没兴趣也可以当故事书看 对啊 因为里面好多故事 而且我发现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都蛮精彩的 真的都好像可以发展出一个剧本一样 所以你书中有提到说 目前这个保序节有一部剧叫做喝酒吧笨蛋 他等于就是用你的原型来创造 所以保序节有常去那边光顾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想法 他算我们邻居啦 拿刀来磨啊 不是来借酱油啊 然后就会觉得 好像其实可以发展成一些剧本嘛 没错 其实很多剧本都是从你生活当中的体悟去观察说 而且现在职人剧蛮夯的 因为我常跟那个保序节开玩笑说 我这边像李明活动中心 有很多人会拿来磨刀啊 所以其实他们对 可能楼上阿姨会过来跟你讲说 哪边的那个住户怎么样啊 谁占用停车位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多很多小小的生活故事都会 都会有可能会发生 那宝旭姐就觉得说 欸这很有趣 她有问了我一些就是我的经历的故事 是 她问说啊你有没有兴趣把你的故事改变成剧 我觉得可以改变成剧这样子 然后我说好啊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讲很久了 哦 对那她一直等待正就好的时机点来发酵她 哇 对所以她等她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 她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Trio的时候 在Trio在王老师那边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跟我提过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过了十年以后 我的那个那个店面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她就说不然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哇好 宝旭姐她是电影的监剧啦 也是莫子怡的经纪人 对 所以莫子怡 对她演我那个角色 哇 所以她在你旁边学了多久了 差不多快一年了 嗯 已经快一年了 所以我觉得演员喔 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要诠释一个角色就要全新的去学习 演律师要像律师 演检察官像检察官 演调酒师就要像调酒师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问她 我说 欸你之前演过什么比较特别 她说计程车司机 我说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她说计程车司机旁边放的水杯 里面可能是当烟灰缸 旁边可能有放槟榔 还是她怎样放 其实都有讲究 很细节 很细节 对 那调酒师旁边要有什么 嗯 你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什么 我们的工具很多 工具很多 然后小的道具很多 比方说我们有插手的毛巾在屁股上面 OK 对 然后会有袖束 就是专门绑住袖子的地方 因为他们 我们在洗被子的时候 水会溅上来嘛 那你的整个袖子会红析现象 整个手背都会撕掉这样 所以我们会有一段 把那个袖子给固定住这样子 哇 等等之类的 很细节 很细节 那你们就是在 因为你们的手要一直动一直动 你们会有直接伤害吗 会会会 我前一阵子肌腱也蛮严重的 对你仔细想一下 就假设说我一瓶酒 一瓶酒里面如果假设700毫升到750毫升 那就等于差不多是700公克 嗯 那一瓶空瓶大概是200到220公克的重量 所以如果是满满的一瓶 大概差不多就是1公斤 哦 那你今天要调酒的话 你每一杯调酒大概要到5到6次 那等于说你是不断的手腕在在做举重的动作 对 对 哇 那你今年累月下来 你手腕就会比较容易有的一些职业伤害 对 我觉得是职业伤害 因为重复做同样的动作 而且一整晚上都非常忙碌的话 其实你们 而且不同的客人还要跟你聊天搭话 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所以你们必须要了解很多事情啊 不然你们怎么跟人家搭话 对 就是我觉得了解可能可能有点难 但是就是你要你要懂得去尽力去尽力去体会 哦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太容易 因为你讲话又不能讲太多 对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不讲话 你不能讲太少 太少就是敷衍 太少你又敷衍 然后下次就不来了 对不对 那太多你又你讲太多了吧 对你讲太多干你屁事 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评论我 对 所以这个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这个八台上面 对对对 太太不容易了 好那像这个调酒师的思考里头 里头你刚刚有提到说 自己要有风味资料库 对 然后你这风味资料库 你的因为味觉要非常的灵敏 所以你们味觉灵敏 你觉得是可以训练的吗 还是说它是天生的成分比较多 嗯是可以训练的 其实嗅觉跟味觉 嗅觉占70% 味觉只有占30% 味觉呢就是酸甜苦咸鲜 大概几个味道可以感受到 就是所谓舌头的感知 嗅觉可以其实在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分辨大量的味道 你可以知道这个味道跟这个味道不一样 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名字 但你可以知道它不一样 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味觉校正 然后或者是说让自己对很多的风味先在心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想一个自己最平常的风味的形容词 举例来说 蓝莓乳酪 Blue Cheese 臭臭了 很多人都像臭袜子的味道 但是臭袜子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那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形容一下就是说你把食指然后推开自己的鼻子 然后有一些油脂然后你把它化开像乌条的味道 听起来超恶心的 超恶心但是你可以记一辈子 你记了一辈子以后你会发现 就原来以后只要问到这个味道就是Blue Cheese 对或者说你闻到什么样的味道 这叫泥霉 这是臭水溝的味道 原来这是红酒的Cabernet Sauvignon 你先把它放一个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只有你知道你怎么形容 等到你开始越来越熟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别人讲的这个野莓的味道是这个 别人讲的这个乳酯的味道是这个 你就可以用更多的形容词去形容它 真的是风味的组合来自于感知跟累积练习 哇这个很不容易 所以你们 例如说在疫情间 有些人就会想说 染疫之后在康复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嗅觉或味觉 有点点变化 所以你们就要特别保护你们这个部分 我那时候Covid-19 我那时候确诊的时候我嗅觉不见 我吓死了 那是我吃饭的工具 就那天我在隔离嘛 然后我太太就是帮我那个 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喝茶 她泡个热茶过来 然后放在保温壶里面 然后在门口咕咕咕咕 我就拿进来一喝 我就传简讯给她 你为什么给我倒热水 她说没有我帮你泡茶 我说没有味道 这真的就喝起来像热水 哇那真的会吓到 对而且重点很特别的是 通常是因为鼻塞 所以你感受不到嗅觉 但是她是没有鼻塞的状态下 居然也感受不到嗅觉 对啊 那你多久才又恢复了 我隔离完大概花了 大概快两个礼拜 才慢慢恢复 哇还好还好 两个礼拜还算快的 还算快的 哇所以上帝有保佑 对对对 没有感觉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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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里面在书中 哇这些这些酒单真的非常特别 而且那个名字取得都非常有记忆点 请问一下名字都怎么取的 例如说写里或者沙 对写里或者沙 其实它是一个经典条酒叫Blood & Sand的Twist 对雪与沙 它是讲一个电影的一个经典条酒 那因为这杯酒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它是用威士忌做基底的嘛 那其实我对苦这个东西也蛮着迷的 就是苦味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颜色加起来是黑色 所有的香气加起来就是苦味 对所以它其实是老饕的风味 它可以加冰块可以让盐展开来 它每一层一层一层的风味不一样 哇 这一杯也是看起来很厉害 所以像我封面那一杯 我捧的那一杯叫人生八苦 就是它是人生八苦里面的爱别离苦 它是里面用很多的苦味去做的调酒 那里面有什么成分 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之前那个杨丽州导演 没错就是帮他做的 你就是帮他做的 对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个一进到底的节目 对就是韦伯的节目嘛 没错没错 难怪我想说爱别离苦不是杨丽州导演的纪录片吗 对 你就是帮他做的哦 那个爱别离苦的主角是一个卖鱼的妈妈 对然后就讲他们 可能是小朋友分离之痛 是是是 所以我上面那片叶子是鱼心草 鱼心草是闻起来有那个鱼的味道 就是那种菜市场傍晚 黄昏市场收摊的时候那鱼摊的味道 太特别了 那他的基底酒是什么 我这里面的基底酒是用 我记得 因为基底酒有很多种 其实很多很多 那要怎么选择他的基底酒 要用哪一种 你大概都会怎么样决定啊 其实其实我觉得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着手 像有些人他喜欢威士忌 你就可以从威士忌做手 对 因为你喜欢威士忌 所以你喝了威士忌应该是蛮多 你占你的比例来讲 了解了解 所以你比较容易了解他 所以他可能就可以跟调整师说 那我要用清酒当基底的 可以可以 我要用威士忌当基底的 然后 但是因为你们有一定的比例 是你们认为喝起来最有风味的 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 啊我只想尝试这个味道 但是我不能喝太浓的酒精的 那你们也可以调吗 可以可以可以 像我们现在我们店里面的新的酒单 我们做一个很贴心的服务 它叫mini cocktail mini cocktail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有40杯嘛 所以它风味很多 然后分量也很大 一个晚上喝不到几杯 对 但是我们做成mini cocktail的时候 它分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二 那所有装饰都一样 那你就可以一次点四杯 小小杯的 那喝起来没有压力 了解 一次点四杯 四十杯就要去十次 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赶很快的 可以知道说 很多风味的差别 就是层次就对了 这很特别 因为其实我自己对酸的 对酸的比较喜欢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 如果说去Alan店的话 我点的就会蛮类似的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 多多尝试一点 更多样的 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力 对没错 那像这个书中 因为你介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酒款 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说 有没有入门款 有啊 其实有 其实像那个五叶松马亭尼 五叶松金费是有蛮入门的 对 就是我们只要把那个五叶松 其实五叶松哪里有 你知道吗 那不是圣诞节的时候 是吗 那个不是 那个是柳三 那是柳三 柳三叶 那五叶松的话 其实在南头很多 哦 南头非常非常非常多 哦 对那有些他们会修汁 五叶松他们为了要让它 那个松的那个样子好看 所以会一直修汁 它掉下来那个叶子 那个蒸叶啊 那去丢掉就太可惜了 就可以用了 我们就把它取来 取下来做酒 哦 哇 那五叶松是在日本也常常有人来喝 他们可以延年益寿 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增加你的免疫能力 哦 OK 那如果讲到调酒的经典当中的经典的话 你会推荐什么 经典当中的经典一定是马丁尼啦 因为马丁尼是所有调酒师的魔王官 为什么 因为它的材料最少 但是变化最多 哎哟 嗯 它只有两个材料 一个是vermuse 一个是gene 对但是你换成不同的镜就不同的味道 那你化水没有掌握好 它的味道会改变 如果环境温度改变了 你的镜也会 你的味道也会改变 杯子的温度 冰块的选择 勤酒的选择 香爱酒的选择 全部都会关键到最后的结果 好细微哦 那你刚刚提到说温度的变化 例如说最近这个礼拜是很热 对 可能中午的温度都到三几度 但是当然你们是傍晚开店的话 可能也是差不多28度左右 那可是天气冷的时候冬天 它温度又很低 你们这个在调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会因为像如果说是夏天的话 我们选的冰块可能就要比较硬一点的 就摸起来是干的冰块 就真的冰到很透的那种 但如果说 因为像外面的天气很热嘛 所以你就大热天拿个冰块出去 它一下就融化了 所以它那个化的水就会到酒里面 喝起来就会被它吸 对 会过于稀释 嗯 哇 所以真的太细节了耶 所以要成为一位这个很称职的调酒师 它那个养成大概要几年啊 我有遇过那种黑马吉的 大概一年就很厉害了 对它对很多风味很有天分 但我觉得努力都不会白费啦 所以我常跟我的团队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我说我觉得努力不会白费 就你们现在多学的东西 现在用不到 以后一定用得到 没错 凡走过必留下记录 凡走过就会变成你的累积 而且你会鼓励他们就是 多去体验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吗 一定要 像我们有一个考核 我们每三个人会考核一次 调酒师 到最后一个考核的时候是 你在三个月内要去看三场展 那三个展要变成一杯调酒 展览 你任何展览都可以看 哇很酷耶 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展览 然后或者是看电影或什么都可以 对都可以 然后它自己要设计出一杯 对 你的感知能力要强 那你就会帮它再微调一下 对没错 它就变成它自己的一杯调酒 这很酷 而且你们这一些调酒师 就会很有成就感 对 它就可以卖给客人 真的耶 哇所以这个当老板知道 你也可以再写一本了 好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聊一杯入魂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4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调酒师 他是4PLAY的餐酒馆主理员 Alan正义伦 这一本书叫做一杯入魂 好我刚刚有跟Alan分享说 因为4月初去了加州 然后去了一间 这个比佛利很厉害的饭店 然后我就去那个 比佛利 Hill Hotel 里面去喝调酒 我说 台湾的调酒比他们强好多 他的酒单也很少 他们可以选择不多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 调酒师的创造力 跟这种 KOMBINE能力好强 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是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国家 我们有原住民 然后有新住民 然后有台湾本地人 那我们其实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当初是被日本殖民 所以我们日本人的精神 然后我们看的是看香港 新加坡 看英国 看欧洲 所以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的所有东西的包容力很强 大融合 对大融合 而且我们的设计感跟这一种 创意的这种能量 真的不输欧美这些国家 没错 像你说哇这么厉害 哇这个一个晚上可能要三万块 一个晚上住 然后他们有两间 两间这个可以喝调酒的bar 我发现 其实都没有台湾这么丰富 没错 台湾的餐酒馆也是很丰富 所以你觉得这本书适合给什么朋友来阅读 第一个可以看 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调酒师这个职业 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 或者是有一些 然后家里面小朋友 吵着要当调酒师 可以了解 对啊 其实调酒师其实养成也是很辛苦的 对 然后想要学调酒的 也可以来看看 或是家里自己想要做做调酒的 现在很多烘 bartender 非常多 是哦 尤其是疫情过后 他们都想说买点材料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调酒 所以这也很有乐趣 跟朋友一起喝 对啊 然后看着这个Alan的书 这个步骤就八九不离十吧 嗯 对 对没错 我之前上一本书有人攻克每一杯调酒 就每一杯都做出来 那真的是很厉害 好那你是不是有活动要跟我们分享呢 对我们在5月19号的时候 在成品的 信义成品的三楼 对下午 三点半到五点 会有一个新书发表会 OK好 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5月19号 它是礼拜 礼拜五 礼拜五 OK好 那是下午吗 下午三点半 下午三点半 好在信义成品的三楼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现场哦 来支持一下Alan 那同时呢 你对于这个调酒 有各种的好奇 各种的想象 然后各种想要学习 也欢迎大家可以阅读这一本 一杯入魂调酒师的修炼与思考 好非常谢谢Alan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